嗨,大家好,我是周怡君博士 欢迎来到环球精英钢琴 前几天,我正在和我的一位学生练习一首以六八拍的曲子 我们刚开始,试谱,算拍子,当然是算一二三四五六 但不久后,学生想要加快,但是发现怎么练速度还是快不了 你有没有过同样的问题? 这时候,我就教他,我们如果要加快速度 算六拍就会非常困难 我给你看,这里是六拍 然后我们算一二三四五六,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要加快,我们就要算大一点的单位 这里是一,二 这样想的速度绝对会比较快 当然手指也会动得更快 一个事实,你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其实音乐家写六八或是十二八等等 大多数都是快的速度 他们才会选择这样的拍号 另一个例子,如果你遇到的是十二八拍号 那要怎么谈,才有可能谈快呢? 怎么想才能谈快呢? 大一点的单位 一,二,三,四 大的四拍 而不是想十二拍 那你现在或许有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谈不快,不是跟算拍子有关 而是跟手指动不快有关 或是谈快了音就不清楚 那怎么训练呢? 你如果想知道的话 在我Facebook私人族群 叫Global Scale Piano 里面有更详细的教导视频 和一周一次的直播秀 欢迎你参加 我们下次再聊哦 Bye